还有前面的总名 脱苦无畏 九十一克罗 再来 别名二求无畏 求男得男 求女得女 没有不畏 只有十三都 再来 绝名 慈名无畏 持观心菩萨的圣号就能获得五所不畏 所以合起来就是十四五位 十四五位的情形 三十二印 在普文品是三十五印 只是 开合的不同霸了 其实没有差异 其实不仅仅三十二印 三十五身 它是 因以合身得度者 即兴合身而未受法 所以不单单献定三十二印 三十五身 比这个更多 这个意思 那么 但底谈修正因果其章 但 紫色 可色 别提了紫能言轻 大佛顶首能言轻 而观心菩萨 耳坑源通章 它所谈到的 修音正果 是因果一起彰显开来的 它有修音 有正果的情形 都说出来 是吧 这个就是 所能言轻 所能言轻的情形 此为成果善功能 劝能殖民理性 此就是此 法华清的普门品 观心菩萨普门品 唯多成色 国地上头的功能得用 所以 劝能众生能够好支持 观心菩萨的圣号来礼拜恭敬 故历来 送亲身明察 映如福苦 所以 历代以来 送普门品的 成年观心菩萨圣号的人 映如福苦 感应的情形 好像骨锤在打鼓一样 这个 伏体的骨锤 骨锤更大 骨锤一打 马上声音出来 映如福苦 感应道教的情况 就好像骨锤打鼓 马上发出声音 一样的 叫做映如福苦 黎藏者通玄云 黎藏者通玄 他有法源和论 一百二十卷楼 解释法源清隆 大方广国法源清隆 他出来一部 法源和论 在善才通知五十三参 第二十七参道观心菩萨 黎藏者通玄 黎藏者通玄就在二十七参道观心菩萨 那个地参道观心菩萨 他就有这么解释 菩萨指别光照世间 文苦变旧 无缘大致 无缘大致 同底大致 光明是照耀一切事情 文苦 文到众生受苦的阴神 他就去救济了 必带令而复印则 亦令回心专言上法 令功德善根生故业 而必定等待众生成烈 而他才去感应 众生有所感 他才去印 一用意 就是使令 众生能够回转他的心意 心意专门演练与善法 使令功德善根 众生 身故难拔 归藏身非常牢固 难以操把 得意识 此故大致心怀 令功德善根生故业 这里就是里藏者同学 所说的话到这里 命功德善根生根生故业 底下就是徐子清居士所说的话 此故大致心怀而未尽无作妙得 这种情形怀 这种情形固然是菩萨 大致心的心怀 大致心的情形 然而未能穷尽无作不假造作 自然而然 唯妙的这种得能威力 菩萨有这种无作的妙得 所以在法会上 大致告三财云 大致就是观性菩萨 就告诉三财同志 三财同志就去参访他 大致就告诉他 这么说 我祝此大悲行门 普现一切众生之前 我按住在这一种 同体大悲 修行的法门上头 可以普遍显现在一切众生的面前 时刻 时时刻刻 都可以显现在一切众生的面前 如此说来 随下都说 难者无人一言一通 何时何地 而不在大事慈悲生存 如此说来 我们的一句话 一个行动 一个举动 讲一句话 有所造作 身体有所造作 任何时刻 任何地方 没有不在菩萨 慈悲的身当中 菩萨广大慈悲的法身当中 随时随地都照应众生 这个法身是周边一切处体 所以随时随地都有菩萨法身 在的地处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都有菩萨的法身 所以我们一举一通 菩萨都知道 你一受苦 他都知道 特地一切也分明 如生茫然 路对阳光 而不自觉 特别就因为 经历求远前以来 我们众生都是分岸 迷惑颠倒 就如同生下来 就眼盲的人一样 也目对着太阳光 而自己不知道有光明 他也不知道有太阳光的照射 处遇为难 一切成了妄想 顿乎不起 忽然之间遇到危险灾难 众生忽然之间遇到危险灾难 一切都成了妄想 成了妄想 成了就比喻烦恼 一切都烦恼妄想 顿乱降伏不生气 为求求之一念 如列佛迅发 如其流奔辞 不觉与大事 历时相应 唯独求菩萨救气的一个念头 就好像烈火迅速发起来 人积累的火迅速地发作起来 又如同其流奔辞 很急切的河流 水流 奔辞一般 不知不觉 跟菩萨历时相应 就马上感应到教 而威威神力 虽去祖当前 所用无尽 而菩萨 而大事 又何尝有闻与不闻 就以为救援 何尝有闻与不闻 而然而威威的神力 威威去了底面 人崇高伟大 神通威力 于是就去除 在求求的众生的面前 众生就是作用 无穷无弃 难道是 难道菩萨 本身要何尝 何尝 何尝 有听闻 跟不听闻 有救气 跟不救气的情形吗 那是无所不救的 无所不闻的 因为他的法身 随时随地 德沙周边 有情无情 众生的境界上头 只要众生有手感 他马上就应了 而菩萨本身 是随时随地 都是观照道德 只是众生本身的关系 有的他没有信心 对菩萨没有信心 他就不能得到感应 而菩萨本身 没有所谓 闻以不闻 救以未救的区别 没有这些 他随时都听闻的 随时都救的 所以没有闻以不闻 救以不救的分别 随着生之之力 信出菩萨 常在面前 千山改革 无感知己 我们学佛的人 作为佛的地址 深深明白这种道理 我们要相信 诸佛菩萨常常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都随时随地 佛菩萨都在我们面前 所以既然如此 我们怎么可以 为非作歹 取恶恋 又恶恶 又恶恶重生 要用不好的口业 加害重生 不好的生业 来残害重生 就不会了吧 时时刻刻 佛菩萨都照顾我们 都见识着我们 所以佛家也讲到圣读的功夫 不要以为自己在皇室里头 别人都不知道 随便就懈怠放逸 佛菩萨随时随地都知道 都在了 所以我们就能千山改阔 这样我们生活一三夜 不好的 轻易到好的方面 把不好的习气毛病 举此都去除 就千山改阔 不敢自欺骗自己 至于到宋亲的时候 我们更要遵守 应光法师给教导 要自尊恳切的 我们宋亲要自尊恳切的 如对圣狼 又好像面对佛菩萨 佛菩萨就是在我们更前一样 就如同面对的佛菩萨 佛菩萨就为我们在开示一样 因为经典都是佛菩萨所说的 精言欲语 所以我们在宋经的时候 就好像公廷佛菩萨 为我们在开示一样 清灵圆阴 清智 天灵圆满的法阴 不明欺验攜 不起欺验分别 不明生 不生起 欺验 攜带之心 不生起 欺验 虚妄分别之心 从头之为 从头 一直到最后 尽情送去 公庆 谨慎他 一直 独送下去 者 欺验自消 不悔自争议 那么 我们能够如此做的话 我们种种的欺验 自然能够消除 我们的福德智慧 自然能够增长 那么 以上 就是 观心菩萨 普门品的大义 我们就收到这 就是一堂课 就收完了 那么 古清是 抛砖引玉啊 以后就好好的灵天 我们非常 借慧菩萨的宣讲 好好的公平 那就受益无求 那么 在这一本都有图 而且都有感应的事迹 那么 都会讲到的 非常好的一个法本 所以就好好的允许 所以 对自己 就会得到 无边的利益啊 好 最后 公处出位 不费增长 道业圆成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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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